林凡的眼中带着笑容 王姐说笑了 王姐怎么会吃人呢 王沛渝的身子向一旁靠了靠 给林凡腾了个位置 用手拍了拍说道 你现在还不敢坐下来 还说不是怕我吃了你啊 王沛渝面带笑意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林凡 那我就坐一会儿 林凡坐在了王沛渝的身旁 王姐 你这么多年 一个人在国外过得还好吗 王沛渝的双眼有些深邃 在国外独自生活 本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女人呢 王沛渝这话 林凡倒是颇有感触 确实啊 回国之后就方便多了 王沛渝说着话 身子向着林凡 靠了靠 林凡刚要躲开 又怕伤到王沛渝 无奈地坐在那 王沛渝将头 靠在林凡的肩膀上 没有独自在外生活过 根本不会懂一个女人的艰难 有的时候想找个依靠 却找不到 林凡 你能想象得到 一个女人无依无靠 身边连个可靠的人都没有吗 就是那种无力感 林凡叹了口气 王沛渝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那些过去不开心的事 就不要想了嘛 王沛渝扑持一笑 没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 小调皮 林凡瞪着眼睛 嘴巴张得老大 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她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叫她小调皮呀 这个称呼倒是蛮别致的嘛 王沛渝撑了撑懒腰 我听人说 你以前在苏家过得 并不是那么好 就连苏清柔都有些排纪念 林凡笑着打了个哈哈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啊 已经过去了 现在清柔已经改变了许多 王沛渝此时 就如同一个少女一般 笑嘻嘻地看着林凡 林凡 刚才姐说的话 依然算数哦 如果你来王家的话 姐可以让你做王家的主人 且心甘情愿在你幕后 王姐 你好像是喝多了吧 要不我扶你到床上睡会儿 林凡用手摸了一下 王沛渝的额头 没有发烧 王沛渝将林凡的大手抓住 白皙的小手在林凡的身上轻点 顺势将林凡摁倒 林凡你好好看看我 你告诉姐姐生的美吗 林凡的额头上直冒冷汗呢 点了点头 算是美吧 王姐保养得好 看起来就像十八九岁的少女 王沛渝痴痴痴的笑了起来 用手指点了林凡的额头 哼 还是你会说话 扶姐到卧室去 扶王沛渝进去之后 察觉到王沛渝的小动作 林凡吓了一跳 连忙从她身上钻了出来 整理了一下衣襟 身色有些慌乱 王姐你好好休息啊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点事 我得先回去了啊 林凡说着话开门就跑 王沛渝看着林凡离去的背影 有些优越 怎么回事啊 难道嫌我年老色衰吗 我平时也很注意保养 自认这肌肤 也不比二十来岁的女人差呀 林凡从王沛渝的家中 跑出来老远才停了下来 见王沛渝没有追来 这才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我去 这王姐也太热情了 让她都无法失从啊 抬起头看了天空一眼 天色已经黑了 月亮高挂在天上 隐约之间 看到了天上一颗流星划过 林凡一愣 接着默念道 希望师父他老人家一切安好 身边的亲人一切安好 林凡许愿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扑驰一声笑出来 哼 没想到堂堂的林凡还信这个 你想笑死我吗 林凡目光一转 看到公羊羊羊羊正在不远处看着她 在一旁毫无形象的大笑着 林凡的目光一宁 你在跟踪我 公羊羊羊羊看着林凡 撇了撇嘴 你当你是谁呀 我还跟着你 我无聊出来转转 正好看到你在那边跑 哎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金事 老实交代 要不然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林凡对着供养蝎儿翻了翻白眼 我不想和你扯 要不是融解身上的蛊虫还没有解开 我现在就让你看到我是多么的凶残 一提到凶残 供养蝎儿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笑彻底没有了形象 笑得直不起腰来 即便黑夜之中 也能看到他伸出白皙的手指指着林凡 哈哈哈哈 哎呀 你还 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哎呀 视频我看了 哎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班瞻现在气得都吃不下饭 一直在热心地问候你呢 林凡倒是没想到供养蝎儿看了视频 摸了摸下吧 啊 那你得回去催催他 让他尽快还我钱 要不然我哪天心情不好就公之于众了 供养蝎儿喘着粗气 别说了别说 我笑得肚子疼 供养蝎儿笑了好一会儿才停了下来 顺着气息说道 哎呀 你说你这个人多坏 人家嘛都叫我妖女 你呢就是妖男 林凡不怀好意地笑道 本正应该算是你的人吧 我把他折磨得这么惨 你是来报仇的 供养蝎儿被林凡的笑容看在心里发毛 林凡虽然不敢杀他 可还真保不准会想出来什么办法折磨他 我才没那么无聊呢 班真死活关我屁事 我和他又不熟 反正你爱信不信 我就是看到你在那儿跑才跟着你的 没事我就走了啊 我不想和你有任何接触 林凡对供养蝎儿没有任何好感 没有动手已经是看在容姐的份上了 别走啊 你看我好不容易遇到你这么有趣的人 你整人的方法刷新了我的认知 不如你加入我们师门怎么样 我可以介绍你进去 只要有我的介绍 爷爷肯定会收你的 供养蝎儿见林凡要走 伸出了双臂将林凡拦住 林凡目光一抬 我没进去入什么师门 林凡说着话 挫着供养蝎儿的身子 在他身边经过 供养蝎儿见林凡真要走 一着急拉住了林凡的胳膊 被林凡的目光狠狠地动了过来 这才松手 你没兴趣是我没和你说 我们的门派叫做白骨门 穿成千年的师门呢 别说你们一个小小的西穿了 就是去了省城那也是横着走 怎么样 有兴趣没 你只要跟着我 那就是一步登天 怎么样 考虑一下 供养蝎儿期待地看着林凡 林凡笑了 白骨门 供养蝎儿点了点头 嗯 怎么样 心动了吧 我白骨门没人敢惹 因为敢惹我们的人 都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还是没进去 供养蝎儿顿时失望起来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喜欢的话 请你帮主播分享一下 再会